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事实上对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用词和说法 所以大家对这个纹身的定义比较多 纹身是什么 就是用力气 不管是用针 用刀 用鱼刺 用机器 用手工等等 实际上是力气 刺破皮肤 把塞料 食用到皮下 达到一个永久 至半永久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现在事实上对这个纹身的定义 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用词说法 造成大家对纹身理解这个概念比较模糊 比如说纹身啊 刺青啊 纹饰啊 纹绣啊 其实这都是纹身 不管你是挑 绣 揉 刺 纺 纺 等等 很多说法 也是纹身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会 听到不同的说法 觉得好像它跟纹身没有关系 只要是用力气 刺入皮肤 把塞料刺入下面 在身体上进行操作的一个统促为纹身的类型 哪些人会去纹身 下面呢 我把它分为八个类型 大家相互参考一下 第一个人均分类就是这个美容修缩类 大家都知道化妆 化妆所谓是展示性的这个内容 但是呢 纹刺可以达到一个永久到半永久的内容 也就是说化妆化一个眉毛 它可能往下就擦掉了 那纹刺的纹上去的眉毛 它可以达到一个永久到半永久的过程 所以说面部所体现出来的这些 化妆性的这个艺术 都可以用这种纹刺的方法 达到一个永久到半永久的过程 包括眉 眼 唇 鼻影 腮红 眼影 等等 都可以去做这个纹刺 那么修缚类是什么呢 比如说女性身体的 包括五菌转色 私密转色 皮肤转色 有的是白天风 有的胎记 它的颜色偏深或者偏浅 通过调色的方式把皮肤的颜色 转为肤色同样的颜色 第二类就是疤痕艺术修缚 它和第一类的这个皮肤修缚不一样 皮肤修缚是改变皮肤的颜色 艺术遮盖是根据你的疤痕胎记 包括那些斑 来根据图案来设计一种图形 进行艺术遮盖 比较好的设计师呢 它设计完之后 你这个疤痕胎记 完全就跟图案进行一个结合 完全是图案的一个部分 第三类就是修改失败的纹色 大家都知道一个纹色是在成长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有些失败的纹品 再加上有的顾客在后期会处中 有些图案会变形 在有的顾客对于他以前纹的图案 不是很满意 有的图案还有一定的流行的事件段 所以说就会造成很多人 对这个纹色机第二次修改 而这样的市场情景就会变得非常大 第四类记号与纪念 有的人选择纹身 不只是体现它的美观与好看 它只是为了纪念 有的人对有些事件 有些符号 有些时间 有些证物 有些事物等等 那么他想用纹身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并且打扮于纪念的效果 第五类宗教与信仰 大家都知道这个宗教分合的种类 比如说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包括很多这些布鲁的一些信仰 那么每一个宗教呢 它有很多这种人物 图形 金融 符号 法器 很多信仰会把这些图形文字的身上 来体现一种对宗教的信仰 第六类 个性与时尚 这个是目前市场一个主流 因为现在很多网络平台 游戏 电影 电视 广告 杂志 包括这些明星 他们身上的这种纹身 它会带动很多这些粉丝 和一些这个连接去跟风模仿 并且尝试文字 第七类 艺术与设计 这个类比比较大 也比较复杂 它这个类比也是提高 整个纹身市场的水准 提高纹身市的水准不大类 很多从事这个艺术工作者 包括美术工作者 他们会把自己所学的这个技巧 然后结合人体 包括这个纹身图案风格 来体现出来这个美术的艺术的意见 第八类 就是命令文化 从国内到国外 都有自己的本土的一些命令文化 我们先不说国外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中国本土的 中国本土的命令文化 有五千多年的意识 它包括的类别非常非常多 包括周一 奇门尊甲 四柱 星象 成虎 面相 等等 中国这些传统的命令文化 它结合人的这个排列 包括它的这些部位和方向 进行这个图案组合 对很多比较信仰这些命令文化的人 它可能会达到一定的 它所想要的效果 以上是我对这个文生事上所 总结出来的发表的一比较 后期还有很多类别 需要大家或许进行 开发和总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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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